昆士南州的首府布里斯班 号称阳光之尘 一年有三百天都是晴天 来到这里 最正确的打开方式就是到户外 享受青草在你脚下的柔软 阳光在你背上的温暖 布里斯班整个城市氛围轻松舒适 在这里的每一天 都像是在庆祝节日一样开心和愉悦 但它最初的建立 却并不像这里的阳光那么明媚 1821至1825年 英国的陆军将领布里斯班爵士 出任新南威尔市的总督 他在这里建立了一处 以他名字命名的囚犯新定居点 布里斯班 这座城市非常的美 有一条布里斯班河穿成而过 我觉得有河的城市总是很浪漫的 虽然这条河并没有什么诗衣的名字 也没有清亮透彻到让人流连忘返 但是它还是被这座城市增添了许多风情 穿梭在布里斯班河上的游艇 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叫城市猫 这是市区的百渡船 当地人可以刷公交卡来乘坐 正对着布里斯班市中心的这个地方呢 就叫袋鼠脚 这里呢是纵观布里斯班市井位置最佳的地方 阳光下 缓缓流淌的河水 荧光闪闪 河面上白帆点点 不远处CBD 高楼林立 大自然与现代化的融合 让人不难相信布城是一个宜居的好地方 布里斯班有句话 袋鼠脚里无袋鼠 故事桥上无故事 布里斯班河上一共有15座桥梁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这座故事桥 故事桥96%的建筑材料 都取自澳洲当地 是全世界两座手工制作的大桥之一 也是澳洲第二个开放可以攀爬的大桥 开车穿过桥上的公路 近距离仰视大桥 不禁感叹这座大桥的壮观 库萨山是离市区最近的一座山 从深处开车过来就20分钟 从这里俯瞰这座广袤的城市 眺望布里斯班港 享受片刻的与世隔绝 库萨山是布里斯班市区的最高点 海拔约274米 山顶还有几个不错的咖啡馆和餐厅 时间充裕的话 就坐下来喝杯咖啡 点份小吃 悠闲的坐在这里享受难得的慢时光 隔离布里斯班约25公里车程的东南郊 有一个Daisy Hill考拉保育中心 这里保护着一片重要的考拉栖息地 在这里可以近距离看到澳洲的国宝 考拉 外形呆萌的考拉非常难 他们一天最长可以睡到22个小时 真的是当之无愧的叫黄娜 皇上起床啦 考拉的一生大部分都是呆在树上的 有人说造成考拉死亡的第一大原因 是年纪大的 睡觉的时候没报警树摔死的 不知道是真是假 考拉并不像大多数动物那样喝水 他们平时吃的安树叶中所含的水分 就可以满足他们对水的需要 据说考拉的寿命一般是10到15年 全澳洲也只有4万多只 这里不仅有考拉 草地上还蹲着小袋鼠 他们一点都不怕人 真是个动物与人和平共存的地方 Sunny Bank位于布里斯班南区 是新兴的华人秘籍区 这里的华人很多都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 现在已是布里斯班最具华人生活气息的地方 这里也是一个繁忙的交通疏流 看着路上来来往往的车水马龙 一时间 均觉得好像自己不是身在以慢节奏生活的大澳洲 从布里斯班的Hotse渡口 搭乘平稳的双体渡轮 只需75分钟便可抵达摩顿岛 摩顿岛上的酒店度假村有 且只有一家 就是这个Tanga Numa Tanga Numa是澳洲原住民语言 意思是捕鱼的地方 摩顿岛是全世界第三大沙岛 海水清澈 沙滩解白 沙丘高耸 在这个椰峰海运 中驴婆娑 银沙铺地 绿意冲农的岛上 心情都变得非常愉悦 岛上的醍醐非常多 他们成群结队地活跃在沙滩上 还有些醍醐家族 悠哉悠哉地漂浮在海水中 像是在守望着什么 沿着度假村的海边往北走 大概走20分钟吧 就可以看到有一处沉船残骸 这是当年日本陶金船的遗骸 常常幻想远离喧嚣 来到静静的小岛 每日看海 兴淘 任心情游走无稽无半 这或许就是每一个都市过客 都有的心愿吧 漫步在绵延的沙滩上 脚下的沙子非常细腻 蓝绿透亮的海水 一波又一波地清洗而来 这样的大海很难让人不爱 从布里斯班的克拉维南的码头乘坐45分钟渡轮 就可以来到一个名为北斯德布鲁克岛的外岛 位于岛的东海岸有一个瞭望角 这里其实是一个海角兼海岸春庄 最早在1770年被英国探险家 杰斯库克发现 这个岛名气不像摩顿岛那么大 但却是很多本地人休闲的好去处 这里没有那么多喧嚣 没有那么商业化 没有旅行团的游客 更多的是最原始最本真的快乐 一切都刚刚好 在维布里斯本的材上 需要看到的一道材 很大 这个海水飞潮了之后 我可以冲进海岛 今天的这条河床 可以直接走到对面的小岛上去